自来水清洗隐形眼镜盒 角膜感染二中内失明 如果说到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隐形眼镜绝对榜上有名 近视族、运动族甚至是爱美族都爱不释手 成为许多人的日常必备单品 但美国有一名女子 因为使用自来水冲洗隐形眼镜盒 导致左眼逐渐变红 视力也在二中内变得模糊甚至完全失明 一查才发现近视感染罕见疾病 根据《每日邮报》 报道指出 25岁的凯拉·史密斯·凯尔·史密斯 戴隐形眼镜六年多了 每天都会戴隐形眼镜上班 怎料有天下班回家后 把隐形眼镜摘除 眼睛静异常发红 但因为没有受伤或其他状况 凯拉就认为 是自己佩戴时间太长才出问题 便没有多想 结果隔天醒来 凯拉眼睛变得更红 且开始发痛 于是她就去看了眼科 当时医生开了一些眼药水 就请她回家了 但眼药水不但没能缓解疼痛 甚至痛度加剧 且对光线非常敏感 经过六周的反复检查 她被诊断出感染 及阿米八角膜炎 凯拉指出 刚开始只是眼角变模糊 后来模糊范围慢慢扩散 不到二周的时间 视力完全消失 因为患上喊病导致一只眼睛失明 凯拉被迫放弃事业 从佛州搬回新墨西哥州 为了让自己尽快痊愈 凯拉把公寓里的窗户 都用布板封起来 除了看诊时 完全避开日光照射 在此期间 医生让她接受抗生素 烫病毒药物 烫真菌药物 内固醇和眼药水 在内的密集药物治疗 以对抗感染 今年四月 医生表示 已经成功杀死了这种寄生虫 让凯拉接受了 角膜移植手术 以恢复她的视力 但很快地又发现 寄生虫实际上仍然活跃 并感染了新的角膜 直到今天 她的左眼仍然失明 但她希望在克服感染后 进行第二次角膜移植 以恢复视力 最后呼吁她人 千万不要用自来水 冲洗隐形眼镜盒子 避免让有害细菌 暴露在当中 自己也不会再继续使用 月抛式隐形眼镜了 什么是集阿米巴角膜炎 专家指出 临床表现与高危险族群 及阿米巴原重感染 为罕见且严重之疾病 淡然眼睛将造成角膜炎 淡然脑部及脊椎造成 肉牙肿性阿米巴脑炎 另外也可能经由皮肤上的伤口 或鼻孔进入人体 经由血流造成肺部等 其他部位的感染 集阿米巴角膜炎个案 通常为免疫功能正常者 最常发生于佩戴隐形眼镜者 美国估计约有85% 集阿米巴角膜炎为此类个案 隐形眼镜使用者发生率 每百万人约有33人 使用隐形眼镜卫生习惯不良 佩戴隐形眼镜游泳 淋浴 泡澡 角膜损伤 并使及接触受污染的水位 感染高危险群 目前尚无人传人的病例报告 集阿米巴角膜炎之症状 包含眼睛疼痛 红 视力模糊 味光 眼睛异物感及泪流不止等 健康生活编辑部